... 好了,我不知道這個... 我不知道這個影片怎麼這麼簡單 我以為會... 怎麼全部都差不多啊 我不知道这个影片会这么简单就可以推荐给大家一个望远镜 我不知道这个影片怎么会这么简单就可以很容易推荐给大家这个望远镜 这个是Pentex Ricoh的 Ricoh Pentex 8-16倍21mm的双筒望远镜 这真的是超赞 那这个设计我觉得都有脑袋 他们有在思考说 不知道这个影片怎么会这么简单就可以很容易推荐给大家一个超棒的望远镜 这个是Ricoh的Pentex 8-16倍21mm的双筒望远镜 那我觉得他们真的是用很多心 就是整个设计就很人性化 整个有用脑袋来设计 不像这几个不知道是在干什么 然后光学品质也非常出乎意料 好到一个不行 就是紫边现象是微乎其微 真的是超级好的影像品质 那整个就还蛮棒的 可以推荐给大家 那其他的呢 嗯我不知道 就Nikon真的是还蛮让我失望的 整个是 我以为他们是就是专门望远镜很有名的 结果我看起来做出一大堆不知道是在干什么东西 竟然跟这个 就是我没有看过的这个神奇牌子什么Coleman 竟然看起来差不多 这个我真的是还蛮出乎意料的 反正就还蛮棒的望远镜 Ricoh Pentex 嗯 好就这样啦 那这个我们今天的望远镜 谢谢你开箱跟分享影片 当然请问这里还按赞 订阅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 摄影相关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Jesus Christ OK我不知道 OK 我不知道 我完全没有晕 我以为 OK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影片怎么那么简单 就可以轻松的推荐一个望远镜给大家 因为这个Ricoh Pentex 真的是看起来是超棒 影像品质好 然后它整个设计非常人性化 也用脑袋来设计的一个望远镜 而且非常非常的轻巧 就 对呀 就很轻巧 这个是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影片会这么简单 完全不知道这个影片会这么简单 就真的看了一眼就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影片会这么简单 就可以轻松的分享 推荐一个望远镜给大家 这个是Ricoh Pentex 8-16倍21mm的双筒望远镜 它的光学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子冰系像微乎其微变形 几乎没有 然后整个操作非常人性化 有用脑袋思考的公司 就是非常完美的产品啊 然后它又非常非常的轻巧 你看其他的 就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光学品质又不好 然后设计又一团乱 然后该有的都没有 这样子 然后 望远镜 我以为就是 Nikon 应该是 光学晶片应该还不错嘛 结果全部子冰严重 子冰现象超级无敌严重 竟然跟这个 我完全没有看过的牌子 什么Coleman 竟然看起来差不多 真的是让我敌破眼睛 哇塞 为什么Nikon 可以做出这么垃圾的产品 可能他们有更高级的产品线吧 但是我买的这两款 真的不是很OK 好啦那这就我们的望远镜 分享跟开箱跟测试影片 OK 比较粗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真的出乎意料 为什么 那比较跌破眼镜也是 Nikon这两支望远镜 他们应该竞聘光学 应该还蛮厉害的 但为什么可以设计出这么垃圾的 光学品质这么烂 然后设计这么荒谬的一个 望远 两个望远镜 他竟然跟这个 我觉得就是 影像品质 可能就跟这个Coleman 完全不知道什么神奇的品牌 竟然看起来差不多 就是紫边严重 紫边现象非常非常严重 啊对啊 就我也不知道 一个神奇跌破眼镜的结果 那对啊 反正就推荐这个RICO 给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可以看看他们的产品 那比较跌破眼镜 是Nikon这两支望远镜 就不知道他们怎么设计的 就设计又荒谬 然后工学品质又不太好 就Nikon Nikon应该工学品质 应该还蛮棒的吧 就是他们的设计 应该有这个能力 可以设计出很棒的工学品质 但结果紫边严重 紫边现象非常非常严重 竟然跟这个Coleman 竟然看起来差不多 真的是跌破眼镜 怎么可以设计出 这样两支 这么荒谬的产品呢 他们可能有 比较高级的产品线 那就不讲了 但是他们这两支 就是我觉得 非常非常的失败 就是让我 还蛮失望的啦 好啦 那这是我们的望远镜 分享跟 测试跟 开箱影片 当然 OK那那 OK那这是我们的 OK那这是我们四支望远镜的 开箱 测试 分享影片 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 还有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摄影相关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